欢迎继续收看上回关心定风的南岛新闻 为了说来加强报告业者公共安全类议室 南岛管政府在内赢百国党办理报告业者公共安全类亚无港室 当时也来建议有标准案的伴供电力 南岛管政府感谢报告业者提供主管 以及免费合适的机会 以实质行动来做好六岁核心 为了要提醒我们到官报告业者的安全意识 南岛管政府基本报告业者的安全亚无港室 就这将对小红安全小红发贵丁丁的主地来受贺 当时也要求南岛管政府小乐处的专业下降 同时以小保护课定 一般和报告业者共同创则处有几个安全的核实环境 基本上的话他就是告诉我们 每年的话会告诉我们说有关于怎么样去进行 有关于消防的一些重要事项 那对于这些事情的话 需要每年的话一再提醒我们 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业者本身 还有对小朋友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 对于儿少的保护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今天由我们府内的相关单位 及我们请的专家学者来做讲解 让我们所有的业者都能够了解相关的法令 我们的官政府说明不管是消防安全还是医小保护 我们的官政府都非常重视 也希望透过港式来提醒学生安全的课和学习环境 在儿少的保护是这几年来我们推动的重点 希望孩子都能够在安全的环境里面 做更好的一个课后的照顾跟学习 除了港式我们的官政府也基本有没有专案的班长 是总共有四十八经年的合法报告也才来在中 提供超过四百的勉会的学习名 用世界的心动来关怀照顾留学家庭合作 那以南都现在讲虽然说我们的技能数不是最高 可是我们加入的补习班的比例是最高的 那全台各件事总共一万七件多家的补习班 提供出来每年数益的这个育苗专案的技能 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国下国中高中甚至到所谓的这个公职考试 我们都提供这个预言的状态 感谢我们所有补教业者对于县内弱势学生的照顾 让他们在学习的路上能够无碍受到特别多的一个照顾 让他们学习稳定 这也是补教业者大家在少指化虽然经营越加困难的情形之下 对于社会公益 对我们南投县孩子的一个学习都特别的用心 那也做了这一项的一个公益活动 所以今天特别做颁奖表扬 台阁安专港式和幼妙专案的班长 相信兰岛的报告才会越来越好 当然也可以帮助国家兰岛的优势合作 既然就去信财方报道 享受 感谢观看